大家朋友歡迎來到空波一粒鐘的晚上 今天是星期一的晚上 我們穿的衣服就差不多 經常都是這樣 你說我才覺得 顏色也配合 穿衣風格有些相近 大家有些相近 星期六日去哪裡玩 星期六日這幾天都開會 因為我現在有一份新的part time 每天都差不多開會 幹嘛的 是一間KOL的公司 研發了一個apps 那些人現在經常都 即是那些公司快沒得了 這些公司快沒得了 他們就搞一個這樣的 那些人就可以24小時下單 半夜我突然說想找KOL 自己下單 自己給錢 在apps裡幫你選好KOL 這樣開球自己 OK啊 那你繼續搞到apps裡其中一個營運者 就行了 即是有人漏你 甚麼 即是有人漏你一起搞 幫忙的 那你射住啊 射住小孩 怎麼沒有人射啊 我星期六日吃了兩頓飯 星期六日跟拳館的人吃飯 那我發現坐下那些人 即是都差不多年紀 那些老人 拳館那班 坐下差不多年紀 然後呢 十個裡面有九個 在想著 即是接下來去哪裏住啊 其實個個都不需要在香港 有些在等著美國批 有些在等著美國批 有些在說去哪裏住啊 接著他問我 你們有沒有想過去哪裏住啊 有啊 大灣區 哈哈 說笑而已 我心想我去哪裏呢 然後到翌日 有一班 即是有兩個馬來西亞的聽眾 就來香港 約了一些 即是一起出去吃飯 即是有個群組 我們深韓群組 那班人 聽了十年那班人出去吃飯 接著他又講開 他在新加坡工作的 就買了一樓 他說買了一層樓就兩百萬 即是兩百萬港幣 他說很大的 他說也六百多呎 小小小的 哇 薄餅小小小的 現在真的是豪宅 現在二百尺 我轉的那百多呎 那時候不知道 現在是矮型 現在香港一百九十多呎 二百九十多萬 那就是 然後我就去心想 然後我就看回 我在兩天吃飯的兩群群人 然後我就在評估自己的未來 然後我得出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 我的結論就是 有什麼偉論 不是偉論 我看所有人 然後我就得出一個結論 我接下來怎樣呢 我撿紙皮的機會很大 撿汽水罐 為什麼這樣說 卡巴烤找不到吃 還是什麼 你覺得 我隨便撿紙皮 我跟朋友說 我隨便撿紙皮 和撿汽水罐 他說 你這個人不要那麼誇張 他說你怎麼會撿紙皮 我說為什麼不忍會 我立刻計給他聽 第一件事 本身想著我老了就開的士 開的士 衰衰地住一個劏房 什麼都可以 現在我弄出一條腰 我之後我肯定坐沒的士 就是他不會康復的 他只能夠保養到他 就是慢慢沒有操勞 坐在那裡都不行嗎 坐在那裡開的士肯定不行 都不行啊 那件事是不會康復的 哦 就是他不會說 那為什麼你要找工作 就躺在那裡了 OK 做地盤做不到 你撿紙皮也不行 要彎身的 做運輸做不到 你分分鐘真的撿紙皮也不行 那我簡單 那我有一些港大的聽眾 是不是 一人屌女夾幾十元給我 是 生活下去而已 是啊 說真的 你不做節目的話 靠舊粉絲 每天給你一些錢 誰照他 現在打家一 聽眾會老的 我不是聽眾會老的 聽眾群最多 二十三十五 三十五 四十五 他們會老的 他們老了 找不到吃 他就說幾十元節省了 對吧 對 對吧 好了 他節省了 那天沒有樓 那天沒有樓 喂 我隨時 昨天那個樓家說 找兩家 他有聽的 不要說是樓家 哈哈 對不起 他每個人都說樓家 我都是這樣說的 他說兩家都租七八千元樓 問誰 如果突然之間 我沒得做 沒得做 我又做不到蘇重事 寫字 我回不了工作 兼沒有字 不太懂得字 那怎麼辦 不懂字 你怎會不懂字 你不要看這份英文 你以為我懂字 哈哈 哈哈 你剛才說另一件事 可信程會高一點 ABC已經不懂字 搞錯 我又移不到文 是 那我是否遲些 隨時睡天橋底 即我移民的地方就是天橋底 然後去撿紙皮 有沒有這麼悲哀 我這幾天 我就看看哪些 因為天橋底比較乾淨 他們也有聽的 他也有聽的 我就看看哪些 誰卸著 喂 我遲些可能要撿紙皮 睡天橋底 我分析過我人生 接下來的 destination 就是這樣 他說 你到時卸著 他說怎樣射 沒有的 你不就有空買叉燒飯 或者我想要些什麼 沒有錢買 你就下來射一射我 我整理都想乾淨一點 他說 那你不用這麼慘 到時就上來睡一下 我說 那長住就不行 我現在又找十幾二十人 到時我真的不行 一個月上來 在一年內住十幾天 我這裡住十幾天 你招呼十幾天 你不會炸營的 我去你住十幾天 你也不會炸營的 沒有問題 如果住一年就想不想提 十幾天你是不是先 可以 沒有問題 那我就打算這樣運作 現在 真的 我分析過 有這麼慘嗎 大哥 我分析過兩台人裏面 睡天橋底和撿紙皮的可能性 最大是我 只要我這兩三年之後 我沒有辦法 你說兩三年之後 突破這個層次 那我就來天橋底的日子 就越來越近了 為什麼 你有沒有搞得這麼慘 或者我到時在這條底 到時沒有的 你上網都搞不成功 就寫了一張臉子 就寫了這條底 今天我們講什麼 你不就有空下來 什麼榕樹頭講故 就像一群人一樣 我負責拿個兜褲 就幫你收小費 你懂得我的 到時就拿 你不就拿 喂 給你 又聽你的節目 以前 謝謝你 就這樣 那不就怎樣 那不就怎樣 好笑 不要緊 我負責拿個電話 幫你直播 到時在網上也有觀眾 看什麼平台怎麼收費 不如這樣 不行 到時騙同情心 還怎樣怎樣 我真的這樣想 他不是說完之後 我回家很灰狠 接下來第三年聚會 又在天橋底聚會 哇 灰狠狠的人 多灰狠 然後立刻想著 不要理會去買些貴的東西 開心一下 反正以後都要撿紙皮 買些貴的東西 今天開心 今天先學了 有些美好的回憶 什麼今早有 今早就吹 撿紙皮 用名牌 你吹嗎 我打算這樣做 今天說什麼 真淡 真是何人灰 為什麼 你是不是抑鬱症發作 沒有抑鬱症 沒有抑鬱症 被那些東西搞到你抑鬱症 但永樂 這些是現實 你們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影響到他 他人比較負面 這些是現實 真是現實 我計算過了 是命運 英文是Fate 又說英文不懂 Destination 你看又來了 我們今天說 先看圖片 今天很棒 今天很棒 有多棒 很棒 今天我找了一些世界各地 不同地方 警察都撞鬼的事件 很棒 香港的廣告那一宗 又是洛馬州警光 又是深圳堡警署等等 究竟 香港以前有個術語 即是以前那個年代 就說那些警察有王氣射住 即是王氣就是那個王冠 因為97年前還沒回歸之前 他們的徽章會在帽子上面 他們經常說 有什麼事不要脫帽子 有王氣蓋頂 我不知道 現在沒有了 現在只有自經化 但我認識很多紀律部隊的朋友 都聲稱自己的工作單位在那裏撞鬼 我聽過都幾多 包括有植物房也有 什麼都有 植物房是最多的 就說撞鬼 然後有些BND、CID房也說有 我也聽過一個 但不是在警察館裏面 我之前也分享過 有四個警察 在街上在雞尿 很久 去到頭巷追追追 這個故事也將會在我的靈異寫真小說裏面出現 我知道 你現在很討厭身材 關什麼事 我好像懷孕了 你現在是否說我肚腩 D級 有人說你D級 一向是D級 我打算扮那個女鬼 因為那個穿小鳳鮮 但我現在在想那件衣服 中間那個小鳳鮮有個洞 穿得到才算 上面穿得到下面穿得到 下面穿得到 上面穿得到 上面一定夠資格 你有沒有看過小鳳鮮 只有上擠沒有下擠 穿得到那些是看那條腿的 說真的 對 肚腩都還在 你上面一點也有一陣 一點也有一陣 下面的腿沒得搖 即是沒得搞 真材實了 P圖 唯有 我不做這些 不要想著什麼美顏 P圖 我不做這些 後面的大廈不知道應該會 不是 我是Documentary feel 我們拍一些Documentary feel 我們先說這件事 今天 外國不同地方的鬼 警察會不會撞鬼 甚至不同的警察 我特別在第二節找了很多不同的警察會撞鬼 原來有很多馬鬼猜館 在世界各地 不僅是香港的馬鬼猜館 有沒有說哪裏最多呢 究竟在警察會哪個地方最多鬼出現 其實警察會有很多 有CID房 又說拘留室 一會兒又說文件房 電腦房 之後又說證物房 哪裏最多鬼 你聽一聽下去 我們先說那些跟警察有關的鬼故事 第一宗在去年發生 在智利的南美洲 這宗就是途中這間屋 就是這班人去拍照 發生什麼事呢 有一天有個警察 當這個世界有些事情搞不定的時候 你會找警察 如果是一個警察 有些人不信得告的地方 是不是菲律賓那些 有些人住在智利 智利裡面其中有一個地方 叫做Puerto的地方 有一天警察就收到電話 電話就有一個家庭 就打電話叫警察來幫忙 他說很糟糕 快點來吧 救救我們 於是那個警察就去到 去到的時候就看到途中這間屋 窗門爛了 然後你見到木板封住了 本身就是窗門來的 爛了 然後警察進去 看到這間屋很凌亂 又看到有些橙放在地上 就是那些橙 警察就問他 喂 什麼事 裡面住的人就說 他說喂 很恐怖 他說這間屋 無端端有人扔東西 然後扔爛我們的窗 然後有火警 警察就說沒有火警 沒有著火 他說你看清楚一點 家屋裡面好像有一陣煙 長期好像燒焦東西 但沒有火源 很小很小的火源的煙 好像突然之間 在不同的角落頭裡面 有人煲煙 有煙 差不多一看一看 他都覺得不太對勞 他就立刻在念東西 就說走啊你們 不要搞別人 就像自己的警察以為是驅魔人 就是一直在那裡說 說到差不多一刻 警察就感覺到 喂 不如出去外面 這些是他家裡燒著了的東西 扔出來 他家裡已經封了 是猛到封了 然後警察就出去 慢慢移出去 警察在移出去的時候 因為他不知道有什麼事 他穿了鼻彈衣進去 他感覺到有一把刀 在他的鼻彈衣後面 他就刺了兩把刀 就是劈了兩把刀 但是他穿了鼻彈衣 鼻彈衣應該是沒事的 除了被子彈衣外 那是厚一點 我想被不了刀 但是厚一點 我想都被得到 子彈也被得到 你那刀 哪裡刀得進去 因為他叫鼻彈衣 我真的不知道被不被得到刀 是不是 嘗試一下我找人 我對你 我對你 被人肚我就知道 被人肚我就知道 被人肚我就不知道 不是被人肚我也不知道 哪有本事用 哪有本事用 然後出去了警察 那時候出去了之後 然後就開始有很多附近的人 去看這間屋 然後就去報道 究竟這間屋堅定樓 有個記者 當時就進去 很快就進去訪問這個家庭的人 跟他說 喂 你們發生什麼事 他說 本來這間屋 有些東西就開始跌 然後就有些東西拿起 他說最恐怖的 就是無端端有些細火出現 那個記者在訪問他 在聊天的時候 突然之間 他看到那個記者 看著有一個薯仔 那個薯仔無端端在焦了 著火 好像有陣熱氣 就是自我燃燒的樣子 熱氣這樣 嘩 然後就著了點火 他就很害怕 然後呢 他被那些廚房的東西 就跌落地 然後就 最初就跌了兩個東西 然後廚房的雜物 就升了兩個東西過來 扔他 嘩 他就完全向他來襲擊 是 記者看到 然後記者就退開一點 然後呢 那個記者突然之間 感覺到有人按他的手 然後呢 他感覺到 那個心就拿著拿著 很緊的 這樣 然後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就覺得裡面的靈魂 就不想那個記者再說這件事 於是就趕他走 是 他又走了 還有一件事 他們曾經試過 之前打電話 報警 之後電話錢也壞了 是啊 電話錢也壞了 這間屋是超猛 近期的智力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靈體那麼簡單 全城熱話 他們說是魔鬼 這個是一群靈體那麼簡單 一群靈體 是啊 因為我覺得如果一個的話 是不可能這麼誇張的一件事 這個 近期比較恐怖一點 也有圖 有報道 有所有東西 那些人就 有些圍街圍著 然後有些人進去看 你看到 都掉了些東西出來 一開始我猜到 就是門口那把橙打爛 但他看過那把橙是打不爛的 橙?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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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肉食的東西 上面是這個橙 你剛才說地上有個橙 我以為是吃的那些橙 橙 不是橙 橙 橙 吃完橙用橙剷走些橙皮 吃完橙 吃完橙用橙剷走些橙皮 對了 你說我 吃完橙用橙剷走些橙皮 不是橙皮 不是橙皮 橙皮 橙皮 那好了 講第二件好嗎? 是 今天講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印度 這個印度 有一個警局 在印度近年很吵鬼 極奇怪的 11點之後才吵鬼 現在一個地方叫做 Chakang的地方 有個人在上面說 才看到 這個是說以前消失 印度有些印度人消失 有個Chakang的地方 有一間警察局 那間警察局裏面 那些警察 很多人都說是罵鬼 我想了幾個 他們說是罵鬼 因為他們經常說 11點之後才罵鬼 很恐怖 11點是中國的指示 人們說什麼鬼門開 11點到1點 是指示 你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我是 我不知道什麼事 但我知道我下午 是嗎? 下午嗎? 是 他就說 一到半夜最晚 11點開始罵鬼 請人回到警察局去驅鬼 那些鬼就驅不到 完全沒有幫助 那些鬼很喜歡搞電話線 他晚上 總之你回到電話線 就不著 叫人早上來收 警察局電話線不著 但說報不到警 對 於是日後有人收 收你完之後 晚上又壞過 每天都是這樣 是每天 然後他們又說 很恐怖 電話線很少可能會壞 有聲音 有腳步聲 搞到晚上 他們不太敢留在警察局裡面 然後他們就說 為什麼這裡這麼猛鬼 有一段故事 首先 他們那間警察局 起了在一個 以前 印度人就燒屍 燒完屍之後 就放在河裡 有得它飄走 是這樣的嗎? 是印度不斷撞 就是洗澡後 一條河 燒屍 還有一條河 全部都有的 現在印度也有屍燒屍 是嗎? 死了就在河邊燒屍 然後就放在河裡 然後就放在河裡 我的朋友拍了照 拍了給我看 那燒完是變成灰准 還是變成什麼呢? 其實普通 你不要以為它是焚化露 那些燒 用一堆茶 就放在燒 就是變成熟的肉 簡單來說 燒掉了 然後他說這個地方 他以前是叫它有一個名字 叫做 Sumenshara Sumenshara 然後印度不知什麼 然後他就燒 他說這個地方本身是被人家燒屍 燒完屍就放在河裡 但是後來 那些人就不可以在那裡放屍 因為為什麼呢? 那條河裡有污染 污染就是被一些煤 和一些油的物質污染了 那些人就不去那裡燒屍 不乾淨 就不可以放在那裡 然後把那個地方 改建了警察局 所以警察局就極意罵鬼 兼你警察局旁邊有個火車站 那個火車站裡面 是罵鬼到晚上沒有人敢站在那裡 這是真事 因為呢 為什麼 你說沒有人站 說真的 趕著回家 你忍得你有沒有鬼 就要回答 那次 你沒有出來回答 那個巴士舖路線擺明有鬼 我告訴你 你不回答 你到底是走路 你還是回答 你會怎樣 照回答 按著頭皮 也是的 於是 為什麼要罵鬼呢 因為鬼是什麼人 很多人是揣測過的 這個地方 他們被譽為一個 不神聖 也不乾淨的地方 首先呢 在這個火車站 也是這樣的 11點每天 就會有一隻鬼 這隻鬼就會出現 她是一個白色頭髮 是一九六幾年開始出現的女鬼 白色頭髮 穿著一條長裙 那麼呢 她就會在一條路櫃走過來 是 最開始發現她那個 就是一個鐵路裡面的工人 工人呢 發現了之後 就跟人說 那這個 那個 車站呢 她有個名字 叫Bigan Cordo 那她就跟她說 喂 有晚上那個女人 白色頭髮飄過來 走過來 這樣 長頭髮的女鬼 那些人就說 神經病 不相信你 你不要瘋了 誰不知呢 這個人 她說完之後幾天 她無端有一天上班的時候 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逛下 就死了 那些人就開始 哇大鑊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晚上就不敢 在這個站逗留 也不敢在這裏搭車 那所以呢 即是十點 即是未到十一點 十點已經不來了 就不想見到這個白色的幽靈 是 即是看到她會死的 因為剛才那個人是釘過蓋 搞到呢 那條鐵路裡面呢 即是停了一段時間 即是在這個站停了一段時間 不用過來 或者不停站 這樣 因為沒有人嘛 那條鐵路裡面呢 是不是不停啊 那到近期呢 再次開回那個站 她就關了那個站 沒有人搭的 那條鐵路 那到09年呢 就開回的 那但是呢 09年開回之後呢 都是 約十點之後 都是不來搭的 那些人 即是很迷信的 那樣就不來搭 那後來呢 有一次呢 有一個 那些神職那些人 就跟他們說 即是教那些人 這個幽靈呢 其實呢 她說不是普通的幽靈來的 是一些魔鬼來的 不是普通的ghost來的 是一些evil來的 她說怎樣呢 她為什麼在那裡呢 她說因為附近之前死了很多人 她呢 那個幽靈呢 就在那裡收集了所有的靈魂 然後呢 就可能不知道做回向寶師 有些像上集我們說的 鬼食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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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周圍收集那些人 於是 她說我們都趕著不走 那些人又推斷 因為那個警局 就很近一個地方 會不會都是那隻鬼 這樣搞他們呢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如果你想想 在香港發生 我當是九龍塘站 說全有鬼 你猜會不會沒有殺人 突然 我覺得任何一個地鐵站 一定不會 任何一個地鐵站 那些人怕窮 怕沒有錢 或者沒有得上班 而多於怕鬼 香港人呢 曾經有些報道說過 就是外國的 即是來過香港工作的人 那些人呢 都幾出名的 那個報道 我記得以前看報紙寫的 她說 香港人對工作完成的決心 她說等於好像軍人那樣大的 是呀 都真的 你有沒有留意 不知道哪一天 不是說什麼癱瘓的 然後整堆人 擺明都不能上班 擺明準時 他們堅持也要上班 香港人對上班的使命感 是等於軍人完成使命的 但我想說是以前 哈哈哈哈 今天她都完成 是 但怎樣 如果我看到這麼大堆 這麼大堆人在等 我當然寧願回家睡一會 反正都是這樣的 反正都遲了 反正回去都被人罵了 我跟你說這些 有一點沒有說服力 我們沒有處身在上班的環境 已經不知多久 你也對 可能她上司說 你遲到沒有勤工 那個勤工可能有幾千元 對老闆 我馬上回來 老闆知道 我想辦法的 沒有車回答 我想到的了 可以的老闆放心 我訂直升機 公司樓上有沒有直升機評 OK老闆 我一會見一會見 可能遲一點 老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這樣 我們真的體會不到 是嗎 真心體會不到 你打風你打到電話給我 你叫我上班 你叫我上班 打不到電話 這樣喊 不要說八個風球 三個風球不上班 老闆不好意思 我是跟三個風球不上班 不好意思 不是 你也對 他們一回就回到這麼多小時 頭工 跟我們這些 可能我今天病 但我都捱了一個小時 但我生病 八個小時 可能真的是另一回事 你不要想著我們說風涼說話 你女朋友說 不是 我們沒有錢出糧的時候 你不肯知道 你出糧風流快 那時候你不肯解釋 就是你出糧風流快 月頭 月尾 月頭出糧 或者你上班 拗的時候 有錢收 我們拗 我們月頭拗到月尾 都是糧尾 是不是 我們沒有月頭月尾 這件事的 我們那些叫窮風流 沒有 我們寧可窮風流 不可 不可上班 衰竭 是嗎 我們選擇貧窮才能過到這些自由自在生活 都是的 你知道嗎 我的朋友經常都說 為何你可以這麼自由自在 因為我們不怕窮 你對 我們不怕窮 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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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穿淘寶衣服都可以 你催我們不穿 我還要告訴你 這件是淘寶 哪裡買的 給你拿來的 催什麼 我吃東西吃減價的東西 是呀 25元的唐記飯 我麥記 我吃麥記當我吃一鮑魚 你可不可以 好笑 再說下去 這個就是差不多警察局 其實你看印度那些恐怖片 或者看印度的警匪片 即是懸疑電影 很多時候會出現這個地方 那他們 你看印度的電影 其中有一幕的情節一定會出現 是 如果你看印度的電影 即是懸疑片 警匪片 有關警察是誰會出現 就是會有一個新的警察 那些沙展也好 通常他們都是叫做督察 即是建材督察地進去做 那個建材督察 一出學堂 第一件事面對的時候 就回到警察局裡面 接著會見到隔離房 那些上司就綁著一個人 然後拿著一條藤條 不斷配合那個犯的腳底 一開始就不斷打 然後那些賊就不斷說 不關我事 打兩打 然後那個人就會很不適他們打人 然後就會去調查 大部分的印度懸疑片和警匪片 都在說這件事 是嗎?我沒有留意這個國家的 一定會打犯的 一定會打犯的 我們再說另一個 跟警察也有少許關係 有一天說完這個可以說 下一節正的 警察局那些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醫院來的? 我看到這件事很特別 我想跟大家說 Hospital 有一個廢棄了的醫院 就叫Kunmamburi State Hospital 這個醫院裡面 荒廢了很多年 有些靈探愛好者就很喜歡去靈探 因為他們經常聽到裡面 有些人在走來走去 晚上有些叫聲 鬼叫聲 很多人就在那裡靈探 甚至乎有些人見過 晚上就會有燈著 甚至乎有些人在附近走 好像日常在那裡走 甚至乎很多靈探愛好者在那裡靈探 有一天有個警察 就收到有幾個年輕人 就去警察局報告 他說阿社 阿社 我去到某個地方 我不應該去的 但是 你不要告我 但我有件事想告訴你 那警察就 多了一天晚上 說什麼 就說一說 不搞你 看看聽什麼 那幫人跟他說 他說 我們去靈探 看見裡面有一條死屍 蛤 他有一條血路 有一條血路 有條血路 然後看到裡面 有個死屍 死了裡面 有條血路 拉他進去 他說 那我就這樣告訴你 那警察就說 這麼糟糕 趕著吹水 立即開車去裡面看 誰不知去到的時候 真的看到這個 Kun Hospital 裡面真的有條血路 那警察就沿著血路 找到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 就是死了裡面 那個女人就69歲 他之前被人報告是失蹤了 那你打算他自殺還是什麼 不是自殺 他是死了 被人拖到整條血 拖到一個地方 那警察就封了這裡 叫現場的人來 那幫靈探的人 就在那裡說 那幫人被調查 那幫人 他說 喂 為什麼會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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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屍 他說不知道 我們靈探的時候 還查到一些機器 有什麼聲音 好像有些鬼魂的東西 然後我們跟著他走之後 就突然找到一個血路 然後有條血路 當然是沿了血路 沿了 就好像有感召 進去就看到一個死屍 在裡面 他拖了很遠 有條樓梯 你看到嗎 這麼恐怖 好恐怖 他真的靈探的時候 有條鬼魂 然後就跟著 哇 死屍 哇 這個很恐怖 這個很恐怖 然後警察就說 這個女人 之前就69歲 她的車已經不見了 最後在家裡 九點鐘晚上 鄰居見到她 還探望過她 九點之後就不見了她 翌日到下午 鄰居見不到她 就報警 她的家裡進去就沒有人 誰不知就死了在這裡 可能是有些人進去綁架 那些人進去綁架 那些人進去綁架 那些人想拿她的錢 那些人 有拉到人 但這件事還未下降 附近的一些人都 那些年輕人在這裡說 他說 他們在這裡經常去測試電波 測試這些東西 都發現了 比普通地方的能量是大的 是強的 而且他說這裡很危險的 天花已經塌了 叫人不要進去 那現在考慮就封了她 拆除她 不讓人進去靈探 這個好玩 這個 這個好玩 我覺得她 真的好玩 其實我 我真的害怕 真的嗎 我不知道自從上次去完台南醫院 那個醫院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日後 很恐怖 我不知道為什麼 特別對醫院有情義 因為我本身就是很怕 什麼血 醫院 醫生 護士 打針 各樣東西 我是很害怕的 所以對我來說會加添一份 是你害怕血的 恐怖感 你說你害怕血的 對 就是你看到剛才那條血路 我告訴你我害怕我見鬼 我真心害怕我見鬼 我看到那條血路 應該到時候我腳軟 你是要抬我出去 是啊 我看見那條屍子 我應該還會暈 你沒有辦法去拯救別人 如果那個人流血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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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很危急的情況下 我會撇除了我自己那份驚恐感 因為我試過拍電影 有個人不小心撞到頭爆光 然後很多人都害怕血 但那一刻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做些什麼 我就忘記了我害怕血 那你又怎樣 我又幫忙 但我最後整個手都是血 但你又不害怕 我當時不害怕 但我擦手的時候 我走到想為什麼我這麼勇敢 然後我又沒有什麼 其實你真的不害怕血 如果這樣 怕那些人就真的害怕到控制不到 他沒有辦法碰 自己都會暈 但我自己打針 我試過 我自己抽血 那時候不是要做手術的 抽脂 然後我抽血 我抽完血整個過程都沒有問題 但我坐回去等報告的時候 坐在那裡 然後我就天旋地轉 所有東西是白蒙蒙的 幸好我媽媽那時候跟我一起去 然後我走不到路 抽很多 我是想吐 然後全身飄冷汗 然後很冷 抽很多 抽一瓶而已 那不會令到你暈的 你抽一罐可樂 抽一罐可樂都沒有暈 不是捐血那支 總之是平時要驗身那些 然後我問醫生 有些人是怕針 台灣叫冤針 即是暈針 軟車軟車 是的 可以叫暈針 好我們休息一會 第二次回來再說猛鬼差館